三八大百万大丹的案子来了 孙德松在广西的法院旁听 现场他亲眼看见大哥孙德林被判刑五年 在台下他一个眼神过去 我要救你出来 杀回沈阳之后他又找到了王家里 就跟他说三哥呀 你带我干一把 越大越好 我要把我大哥给救出来 三爷呢微微一笑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事不能急 啥玩意呢 一出手就干一个大的 跟你哥哥一样 明天哥带你先搞一个十几万的单子 打打牙击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临时作案 随机应变 不用涉及 整那些没用的干啥 走东北汽车交易市场 又来这一地方 他都不怕被人给认出来 就这么大胆 在路上他就跟孙德松就交代 从之前都没有规划 就直接带你来的 在路上就跟他说 说老三呢 你以前不当过兵吗 我觉得你的身手肯定是没有问题 就是要怎么的机灵一点 一切都要看我的眼色 等到了黄谷车行 俩人进去一溜的 啥也来 怎么的 就因为之前他一顿抢了一顿伤 搞的是人心惶惶啊 大家现在都不玩现金交易了 门赶了 那怎么办 三爷大怒 当即就买了一辆二手大摩托 送给了二哥 哎呀 这事啊 可是后面破案的一个关键点 王老二呢 他在他那个摩托车队里面 他用别人的身份证 给这个摩托车办了一个郊区的牌照 号码是辽沟95439 那这摩托可不是白送给二哥玩的 不是啊 你得拿他出去踩点呀 物色土豪 咱们重新走跟孙德林合作的方式 之前他呢就是强车 现在又回到那手去了 很快呢 二哥他就描上了一个老板 咱们给他画名叫赵万丽 为啥呢 因为这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的名字 他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 就画他的名 四百岁 他在这个铁锡九路的家居城 开了一个胶和板材料公司 他的库房在爱工一街 他的生意啊 只要有大单子 一律把客户领到库房来交易了 就这么一个习惯 二哥跟踪之后 那是大喜啊 那个库房吧 他的对面就是一个卖猪肉的那么一个摊位 然后二哥那一过来 假装要买这猪肉 这猪多少钱呢 后球 前肩 猪蹄怎么卖了 就来那会儿去瞎问 问一下他 回头就这么看 暗中观察 结果吧 他这鬼鬼祟祟的举动 被利哥的司机给发现了 这小子干嘛 那小老头 总往咱们这会儿瞄 干嘛呢 怎么回事 起了疑心吗 回头呢 这个二哥就跟那个汪家里也就说了一下 那肯定大喜啊 两个人呢 一起过来 也在这块儿假装买猪肉 完了吧 按照观察 结果呢 被利哥给发现了 利哥也起了疑心 他们俩干嘛呢 几天后 他们俩又带上了孙德松 借了一辆出租车 停在那库房旁边 观察 就这么观察 又被利哥给发现了 三起疑心呢 第四次 二哥自己过来观察 就是观察 利哥发现之后 大怒直接杀了出来 那气势 跟你讲 人高马大 泰山家庭 跟我同学 基本就一个样 为啥管他 叫赵万利 就这原因 贼一笑 哐哐就走过来了 二哥一看 就叫干我呀 蹭的一下 跳上他的大摩头 泡了 得 这单就报废 不干了 然后四月份的一天晚上 这个三爷 喝了很多酒 他骑着一个摩托车 就回家 正好路上就被交警给拦了 你喝酒什么 家事本拿出来 我看一下 然后他就把自己 那个 那个币本 货车 大货车 那个币本的驾驶证给递过去了 将军一看说你这不算 用摩托车 驾驶 OK呀 结果呢 三爷大弄 都喝懵了 喝多了 直接用这手 嘎一笔 妈的 老子 就这个 然后呢 他就被带进去 拘留七天 这七天就拘留 当时给那俩脚下坏了 他不知道因为啥进去的 这要是说案子的事 是不是他了 就因为这个 七天之后出来了 就算是 放心了 咱也得说 我跟你说 那天幸亏他没带枪啊 他真带枪的话 没准就一炮走红了 这事吧 也是后面破案的一个点 要我 我也不能拿出来说来 五月份的一天 孙子聪提议啊 他提议的 说你看我卖服装啊 就那个 五外市场 有一个连运站 这个地方吧 专门给市场的一些商户 提供发货和回款的功能 咱们要是干一宝的话 跟抢银行差不多 钱也很大 他没有那么多安保 三爷思索了一下 说 行吧 行 咱们先过去看看再说 现在大家要知道 现在 不是忘了三了 现在也是三爷知道啊 然后喊上二哥 他妈仨 就到了这地方 过来观察来 那么以孙德松 他的思维 觉得 那你三爷啥人呢 那掏枪就干 绝对不带那喊子来 怎么 结果呢 汪家里待会儿就看了一两分钟 然后又说 老三你挑这地方不行 那人这么多 咋想啊 跑不跑起来 拉扫吧 再找找那合适的地方 我们不能在这干 他们刚刚离开 突然二哥一惊 三爷 三爷 你看 这时候 从联运站里面 除了两个人 他们俩 抬了一个 沉甸甸的一个大包 两人抬着 就走向了 附近一辆白色的 桑塔纳冷却 三爷一看 他就说了一个字 钱 然后 甩了一个眼神 其他俩心灵神贵 一起开这摩托车 在后面 就跟踪 到了这个和平 南大街39号 桑塔纳停在 小区一号楼 一单元的门口 然后他们一看 车里面那两个人吧 下车之后 在后备箱里面 就把这带子给抬出来了 然后叮咚 按这个单元门 那个门铃 就进去了 是住在一楼 111 那个房门号是111 他们仨也不能跟家 然后就在附近 就呆着了 孙德松就问 说三哥 那里面到底是不是钱了 你别整个别的东西 是不是 结果那三爷 斩钉截铁地说 百分之百是钱 这下孙德松和二哥 听完之后 虎去一阵呢 他们知道 我们也知道 三爷是最喜欢随机干了 没准下一秒 他就可以掏枪 就往里冲啊 那么那汪家里 确实也这么想 他那时候特别就想下令 就支架 马上进去 全干死 一个不送 全干死就完事 进屋 不管你啥 男女老少 啪啪打死就完事 他那时候特别想这么干 就那手都 枪都摸着 马上往处掏了 然后他还是恢复了这个冷静 大家不要那个看错了三爷 对吧 你觉得前面他干的 就一点智商都没有 你想想 凭借他这二十年社会工作呀 再加上十年抢劫的经验 没那么活 他是有一些头脑的 别看他随其决定 因为经验太丰富了 你就这么一看 就知道这事能不能干 他在那会儿思索了好几分钟 然后开始下纸 我咱们就在这边等 如果一会儿 他们再把这个袋子抬出来 我就负责上去 把人打死 然后二哥负责拿钱 老三做掩护 一三 二将得令 准备完毕 就等出来就干了 啥事就这么临时掉了 结果一直等到了晚上 人没出来 那怎么呢 三爷呢 就继续调整策略 说今天咱们先回去 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就换班过来盯 如果他们经常这么取钱的话 咱们再详细的设计方案 如果人家不取钱 就一次拉倒了 咱就不知道啥情况 你进步之后 人家可能从别的地方把钱给拿走了 或者半夜 人家出去把钱 又送走了 对不对 就这一次啥的 恰不准 咱不来 他没有那么冲动 其实他当时要冲你去 就妥了 没有啊 后来吧 就费了太多的劲了 就也开始玩那啥 玩保守了 不行 对于王家里来讲 这三爷来讲 你就该识会的 不想那些 看见你就直接敲门 进去咔咔打死就完事 他没那么干 从第二天开始 孙德聪和二哥呢 两个人就分别在小区和那个连运站 两个人分别盯口 然后隔一天就换角色 今天我在这 你在那是吧 明天咱俩换个位置 就这么盯着 半个月下来之后吧 答案非常的惊人 这个桑塔纳的人 基本上两天就会去银行一次 这银行未必是一个 可能是建行 可能是招商银行 但是呢 每次去银行 都会用一个大袋子 把钱给运回来 两天一次 不认为 我靠 这下给他们全都整不会了 什么意思啊 你家是银行金库吗 我他们到底是干嘛的啊 累死他们也猜不出来 这个住户里面的人是干啥的 玩儿股票的 1999年5月19日 咱们的A股爆发了一轮超级大行情 大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暴涨70% 很多股票都翻了好几倍 这户人家的主人 他姓张 咱们给他画面的叫张万岭 当年49岁 他就联络了好几个朋友 把他家当成一个工作室 干啥 玩儿游资 人家是游资 所以说汪家里他们 这次掏上了一个大客户 虽然说 他们猜不着是干啥的 咋猜都猜不着 就不知道 但是后来想 你管他了 只要是大客户就行 有规律就行 对不对 管他个气 那爱干啥干啥呢 然后就制定了那个方案 怎么的 每个人都配备了手机和传乎机 及时保保持联络 已经现在开始玩高科技了 然后二哥负责 那个去银行跟踪去 确定了 就是说他们在银行里取钱之后吧 就用这个手机给打成呼 通知另外两个人 完了呢 孙德松他负责在小区门口盯着 看见那桑塔纳 李老远过来之后 他也通知另外两个人 说过来了 然后呢 他火速的会跑去那个单元门的门口 跟三爷会后 等到这个桑塔纳开到单元门口的时候 一单元一号楼一单元 开那之后呢 他俩就冲一下 把开枪 把人给打死 这时候二哥不骑着摩托也过来了吗 然后三个人就分工 拿钱跑路 看起来这个方案非常的清晰明确 大家也都会觉得轻松加愉快 是不是 没什么难度 可是呢 他们竟然用了四个月时间 这个问题呢 就出在二哥身上 因为这货实在是太拉胯了 不是一般的拉胯 六月初的时候 他们就第一次出手 觉得这一出手 这一次马上就成了 结果呢 二哥去跟踪你 看这桑塔纳出来了 他就骑一摩托 在后面跟踪 不太一会儿他也回来 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给跟丢了 没跟住 你说你 你骑摩托怎么能让一个 一车进来跟不住 车可能说还啥的 你摩托车还有 也做 装控还可以 对不对 你开车跟丢了 也勉强受得过去的 摩托车进来 那个跟丢了 那没办法 隔几天吧 再次启动 这回呢 二哥跟踪到了银行 也念那个桑塔纳人进去银行去了 然后他就在 在那边 他就看见 这银行里出来了 别人 不是那个桑塔纳人 别人 你也拿了块包 里面装了不少东西 然后他特别感兴趣 他就猜 这小子包里面是不是也取了很多钱 你说你管人 你干嘛 他不 他就对那小子产生了兴趣 然后他就过来 就在这边转悠 正好听着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那说 说最近怎么有不少人在这块大量的倒卖国库券 就说着这么一嘴 然后你猜咋的 他就自己就决定了 他就赶紧骑着摩托车跑回来 就报告三爷 哎呀 别整了 他们今天是取国库券 三爷听了之后 你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把这过程一讲 那家把那个孟三给气的 你你干啥呢 你也没亲眼看 你就自己瞎猜呀 你就听银行工作的人 说这几天 有人在买大量的国库券 你就猜是桑小娜的人 今天去取国库券呀 啊 那他给老三气完了 这事要泡汤了吗 几天后呢 这个二哥又去跟踪他 这回他是确认了 桑小娜的人 老张堂呢 真的取了一大包钱回来 然后他就开始尾随 尾随的过程中拿手机 打那窗户 传谁谁 给那个孙德松和三爷都发了信息 五五五三个五 就代表就说到位了 结果呢 发完信息之后吧 他开着门的车突然丧走那 一下拐个弯 没从之前的那路线走 去别的地方 二哥一下就大惊了 赶紧杀回了汇报来 他就怎么说呀 他说不行了 这个桑小娜去了别的地方 今天不回来了 他就自己猜 就今天不回来了 老三他一听说 那就撤吧 是不是 然后他们刚出这个小区大门口的时候 就碰见那桑桑那回来了 然后他们赶紧跟进去一看 眼睁睁地瞅着 人家从桑桑那里 排着那一大袋子钱 就回了屋里面 这下把三爷都给气疯了 当时他指着这个二哥呀 指他鼻子就破口大骂 瘟老二 你又不是我二哥 我一枪打死你 可是二哥呢 真正有词 三爷你急什么呀 我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你说咱也不差这一次 也没损失什么 做一把咱们必须得稳妥 是不是 但是呢 三爷开始重新部署 把这二哥和那个孙德松 俩人换了位置 你别跟踪了 你整不明白 你就在小区门口就瞅着得了 桑那过来之后 你就发信息 这点会不会 完了赶紧 边发信息 边那个跑过来 让他干这活 几天之后吧 这个孙德松去跟踪一下 很快就发回了 三个五的信息 接着呢 二哥在这小区门口 也看到桑特纳过来了 然后他就发了 三个八的信息 给这两人 就证明 这桑特纳已经 快到门口 我看见了 那这时候 在单元门口 准备的那个汪家里 马上枪卡就准备好了 随时开杠 可是等着桑特纳 开到了汪家里前面的时候 孙德松 和二哥都不见人景 这俩小子就是没过来 那他自己 他没法下手 因为他不知道 那俩人出了什么情况 你说我过去 打去 一个人打俩人 能不能打死 谁或是 就算打成功之后了 你这钱怎么扯 对不对 所以说他掐了球 他就是没敢动 等着那俩人 抬着你这大袋子钱 进了屋里的时候 这俩小 我才护士带船 满头大汗 跑了过来 三爷 三爷 我来迟一步 那当时 把汪家里气 就差点吐血 他在那会 就闭着眼睛说 我彻底服了 我真服你俩 咱们就这么说 你说他俩 咋就能这么慢呢 特别是那汪老 他在小区瞅着 看他桑塔纳远远的过来 然后你骑着摩子 刷下就过来了吧 你咋还能 比桑塔纳慢 这么多呢 回去的路上 三爷无奈的 跟他俩说了一句话 哎呀 要是老大在的话 这活早就搞定了 对不对 孙德林在的话 那还这么费劲 还这么多天 那一夜 他喝的是酩酊大醉 儿个呀 愚蠢的皮囊 带着你 啥事儿都白忙 你那个脑袋 是气得我发狂 真想把你送上天堂 如果大哥还在身旁 这一旦早就会开张 主意一样 队友能带你灭亡 我的二哥 就是这样 话是这么说 但你不能把二哥 真给崩了呀 三爷呢 从此之后 他就打定了一个主意 就干这一把大的 以后咱洗手不玩了 有二哥在 早晚得出身 可是二哥 没当鬼神 人家 咋的 我都做这么多娘子了 怎么可能出身 他就天天 跑那小区门口 研究过去 就在那 就盯着 就看 不戴口罩 也不需要戴 你二哥就觉得 觉得不需要戴 那么大乱干啥 旁边有个修正车的老头 腾前看着他 人家不在乎 老头子就你看见我了 又能如何呀 你管我站着干啥呢 跟你有关系吗 你就看见我了 你知道我是怎样 我这么多年 我出去踩点上百次 谁又把我怎么样了 不在 这四个月来呀 他们就是这样的失败 就跟前面咱们讲的这些失败 类似于这种失败 他们已经三十多次 每次 他们过来 都是准备今天就一定要出手了 结果呢 每次都是失败 所以说 他们三个都麻木了 然后嘛 再过来 就跟上班的一样 过来报道了 就已经成家庭便饭了 出意外 回去 过两天再来 就这样 养成习惯 1999年 10月19号 下午4点 张万丽和她的一个朋友 叫老曹 他们两个人 从家里走了出来 这次呢 开着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 去银行 然后吧 这次是二哥进行跟踪 到了这个建设银行 和平之行 停下了 二哥这回呢 亲眼看见 他们从银行里面取了一大袋子钱 往后备箱的一装 这时候二哥就不用跟踪了 直接发出信息 三个五 然后她就开着摩托车 飞快的返回 那么这时候三爷在干啥 眼睛现在在一个小报警 喝点眼亮 车烟在那看报纸 贼幼崽 接到窗户机 三个五之后 他一出来 晃晃晃晃的 他就往这个单元门口 就走过来了 人家慢跳思理的 没当回事 就习惯了 今天指不定 还得出那个差错 四个月 每次都出差错 这次他也没当回事 可是这次 他们并不知道 老张和老曹 有意外情况 他们从建行 是取了一百万出来 往这个本田叫车 一装之后 往哪儿不走 他们俩没有直接回来 而是又去了两家招商银行 在这两家银行里面 再取了三十二万 这次整的是最多的 这三十二万 是放到这么一个背包里 然后就往汽车的后排座上 这么一扔 一百万是放到后备箱 所以说 他这是耽误了时间 那么孙德松 他在小区门口 就等了一个小时 就死锅没看见这辆本田车 于是他就跑过来 他又找三爷 说这什么情况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事 三爷非常放松 我走呀 你再过去 你再等一会 如果他们不过来 那咱今天就撤 你急啥呀 每次都这样 大约晚上六点 这天色已经放黑了 孙德松他刚要走 突然看见 这个本田车 徐徐的开过来 然后他就一边跑 一边用着手机 给三爷直接打电话 告诉他 三哥 他们回来了 准备开壳 两人一见面之后 这个三爷 啪掏出那只手枪 给孙德松 然后他们俩是分头 孙德松是去这个单元 门的对面 在一棵树 在那块 就这么藏着 然后汪家里呢 他是直接进了这个单元门 那家是住在这个1111层 那个 然后汪家里 他就上了二楼那个楼梯 就这楼梯一半呢 他上到一半 在这边藏着 他就听着动静 好 那么二哥呢 这货呀 他就在远处 他就拼命的跟着这本田车跑 他没骑过 他就看见 就说那个本田来了 他从旁边过来 然后看见本田车进了小区之后 在后边 黄猪一样 他速水大 跑的贼慢 等他跑过来之后 怎么 这个本田车车已经停在那单元门口了 这时候那谁呢 那个老曹 他是在副驾驶 他下来 已经把这个后备箱那一百万 自己个号出来 然后捧着 已经去按门铃 进了这单元门了 就汪 汪家人过着一看 这个这小子捧着那一百万 前脚刚进那个单元门 然后他就赶紧就往过冲吧 那么这时候咱们也说 在里面藏着那个三爷了 这三爷他听着 一听哗嚓一下子 门槛进了 他赶紧从这个二楼 这个楼梯往下 这时候吧 就一敲门 里面门马上就开了 开门的是谁呢 是老张 张万利 他的老 这门一打 就这时候 汪家里已经到了这个老曹 他的身后 对着他后就 啪嚓就一敲 直接打死 然后这个老曹 他的尸体 一下就栽倒在这个屋里面 这门不已经开了 栽倒进了 就在这时候 二哥也冲进了这个 这个单元门 蹭蹭两步就来到了 这跟前 一看倒下 哦耶 啪嚓把那钱 就给抱下来了 然后他就 往处跑 那么 这块就得暂停一下了 咱们还得说说门外 门外这个老曹 他刚进楼道的时候 这时候的老张 是从驾驶位下来的 他是走到了这后门 就这时候 就他刚从驾驶位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二哥也到了 他没当回事 二哥也跟去了 这老张从驾驶位一下来 然后到这后门过来 他怎么呢 他准备拿那32万 就在手 刚一摸那个后面 把手的时候 啪嚓里面响了一枪 他就这么一愣 然后他就发现 对面有个小子 孙德松 拿着枪就 就冲出来了 一看孙德松 再一瞅这边 这边 汪家人二哥 等着钱 从楼道门 干出来了 他一瞅 他们俩 一下子他就明白 咋回事了 然后吧 那小仨腿就开炮 就蹭蹭往前钻 这孙德松过去之后 对了他 啪一枪 没打着 然后呢 他也追 这孙德松 追了几步之后 对了他后背 啪啪两枪 还是没打着 俩人的距离 也就是你 三枪 毫坏不少 就没打着 你说孙德松 他这个当过兵呢 他怎么当呢 那一说他临时就乱了 没打着 但是呢 这个张万丽啊 咱们不可小觑啊 他穿着一双大皮鞋 那跑的跟刘翔差不多 人家不仅仅往前窜 时不时的啊 还跳个自行车 跨栏 来回跳来回窜呢 那脚下就是开了挂 让很多路人都驻足呆望 就张大了嘴巴 事后那帮民众 都是那种频频的称赞 说这老兄 那跑的 你让他去参加奥运会 最低也能拿个银牌 不比刘翔差 那他跳自行车 蹭蹭我 你看什么有那十吨呢 有那小懒个 哗哗的往前 万里兄 一口气 跑到了很远的一个中山公园 进到这个公园深处里面 才 一脚就杀入了 那刹车在地面都留下了 那么长一道 刹车一刹 一刹 没事 拿出手机 喂 110 这是真的 他一口气跑到中山公园 跑里面去了 才开始报警 那这老兄就 捡了一条 然后咱们再说这边 这二哥不是 捧着弄了钱袋子 杀出了之后 他一瞅 那个张发展也没管 人家二哥分工一圈 几步就来到了旁边 挺好的摩托车 把这 这个袋子往后座上 一放 然后就从那把抽出 提前准备好的一个自行车 那台 那把人有伸透性 几下一绑一掺 咔一扣 然后呢 往那小就摩托车 一跳 嘔的一下子 跑里 这时候 孙德松一看 他也跳出了一辆 另一辆摩托车 然后对着后面 一招手 这时候呢 三哥 这时候三爷 三爷这时候也从那个门冲出了 一顿珠宝之后 来了一个三级跳 刷了一下子 就跳到了孙德松 他的摩托车 后座上 一坐 启动 这时候孙德松一六眼 风驰电车 追赶二哥 他们三个一直跑到了叫南四马路的这么一个地方会合房 然后把这个钱袋子就放进了很脏很破的这么一个编织袋里面 再把这个大编织袋放进一个道道区驴上面 然后忘了他就登着这个这个三车车就这么慢慢的啊我先走老太隆重了买了八摊的这么登了 再拉小子在后面离不远的地方 他们一起摸摸车就走路 两人就就这么走路跟着也不戴口罩啥都不戴 然后一起去了汪家里他那个情人李静啊去他家里的家里是没人的提前都知道先把这三车车藏好 哎又躲进了家里面的一个小屋把门卡一关把这展开 啪啪一扯呀 全是钱都是成亏的钱呢 拿出来一看十万块钱一亏的九个 然后一万块钱一小块的总共是十块 正正好好一百万 当时他们三啊 全都呆住了 又想哭又想笑 呆若木鸡啊 每个人的脑海里面 全是对未来不同的展望 就在这时候 三爷他那个情人的女儿咔嚓下回来了回家了 给他们撒下的赶紧把这这钱塞在窗里 三爷说了 回家了 那时候给你拿二十块钱去那个买点菜去买点好菜 行啊 朋友来了 小小女孩出去买菜去了 随后呢 这个韭菜上桌 三个人是小庆一番 那么在他们三个里面 二哥哥是最兴奋的 几杯酒下肚之后啊 他就敞开了心灭言 三爷啊 德宋啊 我怎么样 别看我头脑不强 如今这一旦就一百万打烊 哼 来日方唱还要更强 三爷 你呢 这次王老三没有接着唱 他把酒杯鹅往桌上啪插一顿 二废物 就这么点破事 四个月才拿下 你还有脸跟我嘚瑟呀 你还让我跟你唱啊 二哥不生气 你是爷 你硬气行吧 我呀 不陪你了 我要出去浪一下 说完起身 直奔 红浪漫歌舞厅 依旧是四个硬菜 两瓶白油 搂着小美女 唱了一夜的爱江山 更爱美影 那一夜 孙德宋是整宿没睡啊 他无法入眠 想着大哥在广西的监狱里面 服刑啊 在砖场里面辛苦的改造 又想着自己这么多年以来 做啥生意都赔钱呢 如今有了女朋友 连结婚的钱都没用 如今你看看 就短短这几分钟时间 一切都变了 那么 从今天起 我孙德松平步清云 营救大哥 改变生活 彻底出人头地 第二天他们三个把这一百万给平分了 每人三十二万 剩下四万块钱 是那个当活动经费 由于二哥人人家暂时不缺钱的 现在不缺 完了吧 你说你把这三十二万给我 我没地方放啊 所以说呢 六十八万都放在三爷这块了 因为他暂时保管 那怎么放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弄了两块特别厚的大木板 这么厚的大木板 完了吧 特别嫂子 把每块木板 就是中间都抠出了那个凹槽 那个洞 把那个六十八万的现金 还有那个两只手枪都放在放在里面 就两个木板不都扣好之后吗 咔嚓这么一扣 在外边再把钉子啪啪一拍 哎 你在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 然后扣完之后 这大木板呢 往那啥 他家那个仓房 咔嚓往里面随便一扔 非常的安全 做完这事之后 他不眼见 三爷也是有存款的 他比二哥还款呢 夸拿出来了一大一大楼子钱 交给他的那个情人 去去商场随便刷 想买啥你就随便不够抄我药 我就要两条衣服 你给我精挑细选 挑两条好衣服就行 剩下你想想啥都随便 三个人都拿着赃款 开始的新生活 孙子松拿了三十二碗 他先是去了游戏厅 拍老虎机下 他就想狠狠的过一把眼 两天输了三万 之后呢 他带着六万的现金 做个车去了广西 10月25号 在滨阳县 黎塘监狱的接待室里面 终于见到了大哥孙德林 得知他们三个 做了这么一个案子之后 当时孙德林就预感 又出事 这案子用了四个月时间 太危险了 然后呢 他就进行了一个挣扎 就是越运 他就想这时候 我跑还是不跑 跑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避免坐以待毙啊 如果 他们出事了 那马上就得把自己抓起来 是不是 但是现在跑呢 有坏处 因为吧 你要是越狱的话 一辈子就会这个啥 就会被抓捕 你都得东躲西藏的 而且现在自己的刑期 还剩三点半了 就不划算 另外还有两点 第一个吧 就他也不确认汪家里能不能出事 感觉强烈的感觉是要出事的 但你有个问题 你必须得考虑 咱三爷爷硬干多少次了 那前几次 你都感觉是百分之百就出事了 人家不都没事呢 你就点高 点高比啥都强 是不是 你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的 另外一个就是啥 因为孙德松走之后 接下来那几天呢 就是阴天下雨 专场没有任务 他也没法出工去 就在监狱里面 你肯定是越不出去 跑不了的 只能出工的时候 才有机会 咱们知道你 这种出工的话 基本上你想跑也都能跑的 一般没人跑 剩个三点半了 你说谁跑 是不是 但是这一不出工 你在监狱里面也没机会跑 所以说 这个越狱的想法 就只能暂时先放你 没招 没想到 就在他们哥儿呢 见面的四天之后 孙德林就被沈阳过来的警察 给抓了 这案子破了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 第八集结束 第八集结束